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这个钱没了 我们能不能追回来 银行该负什么责任 你比方说 假如说你的这个银行卡被复制了 然后这密码呢 你一不留谁让你知道了 这种情况下 就这密码呢 是你不小心泄漏去 没有起到审慎保管座 你承担一定责任 为什么银行要承担责任 因为你每个人办这张银行卡呀 它都有唯一性 可识别性 就说我这里就这一张卡 这是都一万的 那么人家复制一张卡 就输个密码 ATM机就不认识了 他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那么你要是网银 那另外一回事呢 为啥网银不涉及到银行卡 那你自己保管不涉 你把密码告诉人家了 后来别人知道了 那你自己承担全责 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那至于这种大额度的 银行要承担很大部分责任 而且像这种大额度的呢 它有义务呢 直接跟企业进行核实 你不能来几个人 拿着这个印章 你直接骑了咔嚓就给办了 所以这就是银行本身 存在着很大疏漏 所以这个时候银行承担责任 它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种情况 就是外边的社会人员 和银行内部的员工 互相勾结 完成这个犯罪过程 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都有一个先提条件 叫高息拦储 也叫贴息存款 贴息存款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比方说每到年底 或者月季度末 就银行这个无论是行长啊 还是往下各个办事员 都有考核指标 说你完成了多少拦储任务 你揽了多少储蓄款 高息拦储 就我承诺 你要把这钱 在这个时候给我存进来 那我给你很高的利息 所以往往这银行工作人员和一些中介联系上来 因为中介就负责这个地方 他认识一些有钱人 或者知道哪些人手里攥着钱 动员他 你把钱存这块来 或者从那银行你导出来 存我这边银行来 看起来好像这是双赢啊 大家都高兴的事啊 但实际上这里头存在着重大的风险 有人说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这钱真丢了 像刚才王女士的情况 银行应该负什么责任呢 第一个呢 只要他这银行卡是银行给你办的 储蓄卡银行给你办的 那好 你跟银行就形成了一个合同 就是他对你存款安全是有监管义务的 他必须得保证你的存款安全 如果他保证不了 那凭什么咱往那存呢 这就是个合同 所以他没保管好你 这是他违约 再第二个呢 说他自己的人出现了问题 或者临时工出现了问题 那对不起 你的人是代表着你银行的职务行为的 如果他身出现问题 你银行肯定得负连带责任 就起码要负民事责任 首先啊 这个自然人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通过这个调报也好 或者其他的事情也好 诈骗储户的这个资金 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银行的营业场所 同时客户又在这个时候 听从了这个银行人员的这个安排 这个银行人员正式的代表银行 去做这件事情的啊 所以我个人理解的话呢 银行在这个事情上面的话呢 他有相应的一些责任要承担的 而且还有一些个银行工作人员呢 干什么事呢 明明是你来存钱来了 他把它转成买保险 然后把那让你签字呼噜你 你现在就有一种提法 有的律师提出非常有道理 就这种案件下 银行应该举证道指 就储户告银行 银行应该自己证明 我没有过失 而不是让储户证明 我有什么过失 你有什么证据 因为他作为大机构 他掌握的信息是全的 在这个时候应该举证道指 他应该来给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这种官司 有时候非常难打 银行该不该负责任 该负责任 但负多少责任 怎么能够厘清这事 作为储户来说 维权成本非常高 所以我们说为了防患于未然 咱们最好别惹这个事